弟兄姊妹,你們好啊!歡迎你來到今天《色經》的討論會 我們希望幫助到大家與神的關係 我們這次繼續講到聖靈的工作 今次是講到身體醫治 即是講到聖靈工作,神是可以帶來醫治的 首先就是《以賽書》五十三章四節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 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神擊打虎代了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分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這個經文我們之前都曾經講過的 在講到救恩那裡,我們曾經有講過的 我們現在是簡略地講到 在這個經文講到耶穌為我們成就了什麼 耶穌不僅是為我們成就救恩的 有沒有人記得? 我們之前曾經講過的 這個經文講出三件事,耶穌是為我們做了的 有沒有人想回應? OK,這裡講到是由四節開始看到他擔當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的痛苦 他們以為他受懲罰是神擊打虎代 其實這裡也有講到他擔當我們的憂患 還有痛苦,不只是罪 所以這個跟一會兒講到 得平安是有關係的 得平安,就是說在憂患痛苦中得平安 在第五節就講出 耶穌十節加上為我們成就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就是為我們的罪而受害 為我們的罪贖罪 承擔罪的懲罰 叫我們罪得赦免能夠得到救恩 得到拯救,又永生 第二件事就是因他受的刑罰 我們得到平安,這個平安就是Shalom 在希伯來文是Shalom 不只是平安,是整個人的完整 亦都包括心靈的平安 這個也是跟第四節有些回應 就是說擔當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的痛苦 醫治我們的憂患和痛苦 所以這個是一個全人的醫治 包括心靈的醫治 魂裡面的傷害的醫治 所以第一就是救恩 第二就是全人的那個靈與魂的醫治 內心世界的醫治 第三樣是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到醫治 就是講到是身體的醫治 我們耶穌受的鞭傷 我們得到醫治 在馬太福音曾經有說過這個經文 就是講到耶穌醫治的時候 就說應驗這個經文 就是說這個經文的意思就是 說到耶穌會帶來身體的醫治 然後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節 那裏講到就是信 第十七節那裏講 首先這裏我沒有寫出來的十七節 就是信的人必有神跡除了他們 就是奉我命趕鬼 雪身方言 然後就守能拿蛇若喝尿什麼毒物 也必不受害 守岸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那這裏就講到信的人必有神跡 而第十五節是講到 往普天下去全呼音吸萬民聽 就是說在全呼音的時間 由初期教會一直到耶穌回來的時間 都會有神跡醫治 因為有些人就有一個叫恩賜宗子論 就說這恩賜已經停了 現在再沒有人有這個醫治的恩賜 就是有很多中派是反對這件事 那他們就說不再有醫治 但是聖經是在尤其是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節開始 是講到往普天下去全呼音吸萬民聽 然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然後信的人必有神跡除了他們 所以說到基督徒是可以有神跡的 而包括守岸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而這裏也都說給我們聽信的人必有神跡除了他們 而包括按手 所以告訴我們一件事就是 耶穌是想所有基督徒都按手 當然是先處理生命 神的心意是所有基督徒都會為人按手祝福 這個是神賜給我們的權並 是真的可以帶來祝福的 那麼我們之前有一次都曾經說到 按手有什麼經文支持 按手有力量呢 那麼就是根據耶穌他的聖經記載 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那裡記載 那些眾人都想要摸他 因為有能力在他身上出來 醫好他們 那所以呢 就是他們接觸耶穌的時候 是經歷到醫治的 然後呢就是在路加第八章呢 就是有個十二年血流的婦人摸耶穌 心裡面想我摸他就會好回來 那他真的摸耶穌就好回來 那麼耶穌就說 我覺得有能力在我身上出去 總有人摸我 因為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 所以又讓我們看得到呢 就是身體的接觸和耶穌是會帶來醫治的 那麼有些人說 那是耶穌就是跟我們有沒有關係呢 那麼而因為聖經也都說到 信的人有神職了 手運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所以其實基督徒都可以有這個能力的 那麼而我們發現呢 就是耶穌也都說了一句話 他說我所做的事信我人也要做 並且要做彼此更大的事 就是耶穌說了我做的事 你們將來都會做的 那麼而我們真的發覺 按手是有能力的 那麼這件事是我們重重復復發生的事來的 就是很多很多次呢 我自己本人和按手 很明顯看到他馬上受感動 或者有些經歷醫治 有些經歷平安啊 愛啊 能力啊 電流啊 感動啊 趕出邪靈啊 就是很多很多次數 那麼讓我們看到這件事是真實的 那麼我也講一下有一個 我有一次的經歷是 就是這個經歷是有些 讓我們知道認識更多啊 有一次呢我和一個人呢 就坐在那裡 他就坐在那裡我坐在那裡按手 那麼我的膝頭就碰到他的膝頭啊 他就跟我說 牧師 你的膝頭碰到我的膝頭呢 我感覺有能力在那裡經過進入我裡面的 就是說原來我們整個人呢 都帶著聖靈的同在 人都可以呢 在我們身體有接觸的時候呢 可以傳遞聖靈的 那麼這件事是當然在祈禱的狀態 在祈禱的狀態的時候呢 因為聖靈更加強烈 臨在我們身上的時候呢 是更加容易發生的 那麼所以大家 我都鼓勵大家去操練 那麼而我自己呢 很多時候我都會問人的 我會問人 你祈禱的時候 我和你祈禱的時候 你有沒有任何的 經歷或者感受 那為什麼我會問經歷呢 因為有些人呢就會說 譬如在有一個叫 傳呼聲的熟靈四定律呢 有說到信耶穌不是靠感覺 有些人說你們好像靠感覺 那樣 所以我講經歷了 那麼聖經是有講到經歷 而人信耶穌是很多次數的 譬如有些人在聖經福音書裡面記載 他們經歷到醫治 經歷到趕邪靈 那麼他們呢就立刻整個生命改變了 那麼讓我們看得到呢 經歷神的工作 而會改變 是這件事是正常的 是合乎聖經的 譬如寶羅都是因為他經歷到 看到耶穌 所以他改變 那麼所以我們經歷神 而改變並不是錯的 但是因為有些人不明白什麼叫經歷 所以我又加上感受 因為其實其中一種經歷就是內心的感受 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 平安、興省、愛 這些都是人可以經歷到的 所以我就會問人 你祈禱有沒有什麼經歷 有沒有什麼經歷或者感受 那我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的目的是讓祂知道神是可以經歷的 神可以臨上去祝福祂的 耶穌不是很遠的 耶穌是跟我們很近的 祂真的可以即時臨到我們身上 還有幫助祂以後 祈禱都可以回到這個狀態 這就是我很多時候問人的原因 就是說現在你覺得平安、興省 那當你投入祈禱 你都會將來祈禱你留意到 平安、興省、舒服 或者身體的遙動 那你知道這個是聖靈的能力 臨在你身上 你就繼續投入 越投入就越能夠經歷神的工作 那有些人也都會說 遙動為什麼會是聖靈工作 我們就說聖經裡面記載 若漢看到榮耀的耶穌 他就跌倒 其實原文是跌倒 然後就蘇羅 他追殺基督徒 他看到耶穌也是跌倒 那就是告訴我們 在神的同在 人可以跌倒 就是神可以影響人的身體 而強烈的就跌倒 不是那麼強烈的就會搖動 那這個都是 就是告訴我們 神的同在是可以影響我們的身體 是可以讓我們經歷到神臨在的能力 搖動 或者震動 或者是跌倒 而我們從那個果子知道是聖靈 因為有些人就說 這個不是吹字聖靈 我們就跟他說 我們就說 但是呢 我們那些祈禱有人有邪靈 是很明顯的分別的 邪靈那些是會失控 在那裡呼喊 在那裡很痛苦 他們會很難去呼叫耶穌的名 很明顯 是很 經歷是痛苦的 但是呢 我們當我們 經歷聖靈 並不是這樣的 我們是有平安 和有動力去親近神 如果是邪靈 怎會叫人更加去悔改認罪 信靠耶穌呢 但是 有些中派 有些牧師 他們是不肯聽的 有一個網上的牧師 他經常散發這種信息 他就說 靈動 就是出自邪靈 我跟他回應 我說呢 在聖經裡面說到 人是可以在神的同在會跌倒 這個是聖經所說的 不是我們作出來的 所以 人是可以在身體上經歷到神的能力 邪靈會帶來這些經歷 因為邪靈都是來自神的創造 神創造的天使墮落 變成邪靈 所以他們有類似的可以帶來身體的影響 但是不代表有親靈動就是出自邪靈 尤其是看果子 耶穌說看果子 你知道是什麼樹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所經歷的 尤其當我們愛神 感謝神 悔改認罪 求耶穌赦免我們的罪 求耶穌祝福 有什麼理由邪靈先過聖靈來到呢 而且當我們經歷聖靈的人 真的整個生命提升 整個生命被神去重造 越親近神 就越少那些負面的影響 少那些負面的情緒、思想 或者有些人本來有邪靈的攻擊 就越來越少了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是出自聖靈的 不是出自邪靈的 那麼我們就 由這個經文 我們知道原來神是想所有基督徒 都去為人按手祈禱 不過有很多人他們是很怕做這件事 很怕去問 在我同時經歷聖靈的時候 也都是有其他人都經歷聖靈 包括有牧師傳導 但是有些人他們就 就是他們在祈禱 他們就不敢去問人 他們只是經歷 譬如有些有強烈的經歷就看到了 但是有些沒有強烈的經歷 他們看不到 有很多人他們為人祈禱 那些有強烈的經歷就看到了 但是沒有強烈的經歷就看不到 還有被按手的那個人 他不知道他所經歷是什麼意思 有時候他很感動 哭哭哭哭 他只是覺得我也不知道為何哭 他那個為他按手的人也不解釋 那他不會使用這個經歷 幫助他以後去更加親近神 但是我就會說 這個是聖靈臨在 神很真實來到身上感動你 你覺不覺得是一個好的經歷 有沒有令到你的心清省 平安舒服、輕鬆 他說有的時候 我說這就是神的祝福 神的能力臨在你身上 神都會來到你身上 那你想不想耶穌 以後祝福你呢? 那他願意的時候 我就解釋福音給他聽 就會跟他傳福音 就叫他在這個時候 悔改信靠耶穌 跟著我祈禱去悔改 信靠耶穌做救主 那我就帶他去信耶穌 如果他是信了耶穌的 我就說你看神可以經歷的 你以後可以得力了 可以從神得力了 這樣就會幫助他的靈命 所以我鼓勵大家 弟兄姊妹 我們都去操練 首先我們當然應該處理生命 就是說我們裡面生命有些什麼 罪有些什麼負面的東西 有些什麼負面思想情緒 我們都應該處理的 即是我們為人按手祈禱 因為聖靈可以透過按手傳遞 邪靈也可以的 如果有個人有邪靈的攻擊 他為人按手的時候 可以傳遞邪靈的 我也聽到有些情況 這個聖經沒有說的 不過有些情況 有些人有負面的情緒 那些人為他按手 都會經歷到他的憂傷 那這件事到底是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 總之就是邪靈 一定可以透過按手傳遞 如果一個人本身沒有處理生命的 如果有邪靈的話 或者情緒 都發現有這個情況 有些人有情緒 那些情緒會不會是 因為他有邪靈呢 那我不肯定 總之我們聽過有人 他為人按手 然後他就覺得 他自己 同樣按手 自己覺得 很憂傷 很煩惱 很想死 有些這樣的經歷 也有時候有些人被按手 是有經歷邪靈的 因為那個人本身為人按手 他本身有邪靈的時候 是可以叫人經歷邪靈的 那有些人說 那就是很害怕 但是我又會這樣說 我們親近神 處理生命 什麼邪靈都不怕 所以我本身不會怕 任何人為我按手的 不過我都會看他的生命 他說的訊息 如果他是 說得合乎真道的 他的生命表現都是合乎真道的 那我接受他按手 我不怕的 因為就算他有邪靈 我都可以趕他出來 邪靈不入侵到我的 如果我一路祈禱的時候 親近神的時候 我不用怕的 所以有時候我去到聚會 我分辨那個人的訊息 如果我發覺他有問題 我就不會接受他按手祈禱的 但是我又會這樣說 平信徒是不是 每個人都有這個信心呢 如果是擔心的話 你就不要接受有些人 你不肯定的人的按手 那至於我的 那我是 就是給大家看到 我在網上的教導 都是合乎聖經的 還有很多人 都經歷到聖靈的工作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來到我們的聚會 我們為你按手祈禱 去經歷聖靈 那也都很多人 最多經歷就是 平安興省 也都有很多經歷醫治的 或者經歷邪靈 趕出來的 那就是神 真是造工的 那 我們這次呢 就 主要講到這兩個經文 先講到 就是說 耶穌有為我們死 也都為我們受鞭傷 叫我們得醫治 他也都有擔當我們悠患痛苦 那就 叫我們得平安 所以有心靈的醫治 和身體的醫治 還有呢 我們都可以有這個權並凡是信的人 都可以呢 建立同神的好的關係 和處理生命 可以為人按手祈禱 帶來醫治 而按手祈禱的時候 是可以問人 在祈禱的時候 可以這樣說的 請你仍然睁著眼 因為他開眼 有時候會分心 請你仍然睁著眼 請問你在祈禱的時候 有沒有任何的經歷 或者感受 譬如他說覺得平安興省的 我們告訴你 耶穌說 耶穌說他將平安賜給我們 耶穌也說 勞負擔重膽的人 可以來到耶穌路 得到安息 如果他說經歷愛 我們就說 聖靈將神的愛 囂灌在你的心裏面 如果經歷能力的 我們就說 當聖靈降臨在你身上 你就必得著能力了 就能夠從耶路撒冷 一直到地 極作愛見證 就是聖靈也都會帶來能力的 那就是 不同的經歷都可以有聖經的支持 或者他 憂傷得安慰 我們就說 在《二塞書》 一章 一節說到 醫好傷心的人 又說到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所以說到 他可以經歷到聖靈 或者身體醫治 他就說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所以你得醫治是神的祝福 那你想不想耶穌以後祝福你呢? 你想跟從耶穌呢? 那他們想的時候 我們就帶他去信耶穌 或者是信耶穌的 我們就幫他更加經歷聖靈 幫他處理生命 教他怎樣處理生命 那就鼓勵他以後都跟從神 就充滿神的能力 可以去祝福多人了 那這個就是更生人的靈命 在經歷聖靈的人 靈命更加容易更生 為什麼呢? 第一他祈禱 真的會即時覺得 平安、興省、舒服 或者喜樂、或者愛 是叫他即時得力 他會真的知道 祈禱可以得力 會給他更大的動力去祈禱 還有他會更有 經歷到神的幫助 在他當他經歷到平安、興省的時候 還有他會看到他可以幫人 因為有很多人 他沒有經歷聖靈充滿 他們能夠侍奉 就是傳呼音 或者幫人的靈命 或者在參與教會的事工 但有些人覺得 輪不到他 他自己也不懂得說話 又不懂教人 他就覺得自己不可以 但是從聖經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處理生命 我們跟神有好關係 我們都可以為人按手 是會發覺有很多 經歷到神的工作 包括醫治的 所以我們就深信 神是會透過我們按手 去祝福人 也都我們應該訓練更多人 處理生命 跟神關係親密 然後有能力為人按手 可以傳呼音 可以帶來醫治 可以更生人的靈命 帶來更大的復興 好 那我講到這裏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呢 對於我們這次所講的這兩個經文 還有大家有沒有發覺 你按手的時候發覺 對方是會有經歷到能力的 首先有沒有人有問題 有問題他們可以先問 如果沒有人有問題 有沒有人分享 可以簡單分享就可以了 你按手的時候 你發覺對方有經歷的 你可以簡單說出來 有的 葉牧師 我一直有有人討告的情況 近期有兩位跟我說 為什麼討告的時候 裡面的心很激動 有一種電流 提完討告之後 他就開始打電話給我 他說 我之前感覺不到跟神是有連結的位 感覺不到可以愛到神 奇完討之後 我愛到神 很奇妙的 還有另一個就是 奇完討之後 他就說神真的了解他 就是這樣分享 好 謝謝你分享 這個 尤其你先說第一個經歷真的很好 就是說他原來發覺可以祈禱可以經歷到神 這件事是會對很多基督徒來說是很有鼓勵的 因為他會發覺神有回應 好像我初期經歷聖令的時候 我一祈禱就馬上震 我一叫耶穌就馬上震 那我現在來說 我一樣可以震 我融可以震 一樣可以震 還有我一祈禱就會有 喜樂流出來 那真是很明顯的 即時的回應 那這個是對我們很大鼓勵的 OK 好 還有沒有其他人有簡短的分享 關於你按手的時候 人可以經歷神的工作 牧師 如果按手 是不是 譬如我 將會送月餅給微信的人 這樣我可不可以要求 按手為她的討告 送月餅 OK 你送月餅是送到她的家 還是怎樣 不是啊 通常都打電話 現在多數的疫情 如果她的家不方便 我叫她下來帶糖 或者叫她下來 我送給她 送給她 送給她也是祝福一下她 這樣可不可以按手 那些微信的人 可以的 不過你需要跟她解釋 好 首先你自己應該怎樣呢 你自己應該建立聖靈的恩高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你祈禱的時候 你操練為人按手祈禱 那你感覺到 她有什麼需要啊 你操練 你操練為人按手祈禱 先找基督徒去操練 那所以我就鼓勵你來到我們的聚會 那你可以操練 你為人按手祈禱的時候 你可以問回對方的 在剛才祈禱的時候 你有沒有任何的經歷 或者感受 那他告訴你有的時候 那你又試試投入一些 又看看那個經歷有沒有加強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可以去操練的 那你做了基督徒 先從那些微信的做 譬如我們自己都沒有試過 跟基督徒按手 都不知道按手會有什麼發生 然後我就為個不信的祈禱 那就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那個經驗太少了 我們可以的 譬如基督徒來說 我都多數按她肩膀的 譬如男士我可以按她肩膀 如果女士我是不是要靈空 就是不要碰她的身體 女士來說我男士來說 通常來說 就是如果不是牧師傳道 就避免按女性的 但是你又想她經歷聖靈 那你可以問她 我可不可以輕輕按手你的肩膀 就是你問她可不可以 你看情況 如果有其他女性在那裡 你就叫女性跟她按手 但是也有一個事情 就是如果兩個人在那個地方 那就不要按手了 因為免得她一會兒 就是她心裡面不知道想什麼 或者她奉訴你這樣 那有其他人在那裡的 那你如果有女性 你就叫個女性按手 明白 如果真的有一個情況之下 不可能的 就是我不是說 絕對不可以按手 尤其譬如我們去到宣教的時候 就是真的都根本沒有其他人在那裡 在場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去做 不過就問不清楚她 她說可以的時候我們做 是可以的 就是譬如送月餅給人 但是我想說就是這樣的 如果沒有任何解釋 按手 第一她未必留意到她有什麼經歷 她就算有什麼經歷 對於她是沒有什麼益處 沒有什麼幫助的 我們一定要解釋才有益處 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可以跟她說 神是可以經歷的 你想愛你祈禱 你可以經歷到神 臨在你身上 她說好 那她祈禱了之後 就問她了 請你閉上眼 請問你在祈禱的時候有沒有任何經歷 她說有啊 覺得平安輕鬆啊 我們就告訴她 聖經說了 耶穌叫我們得到平安啊 叫我們得到安息啊 耶穌就是來到祝福你了啊 那耶穌這麼大祝福你 你想什麼以後耶穌祝福你啊 這個問題呢 我就不是問她以後信耶穌 因為她可能覺得 信耶穌是不是很大步的一步啊 那我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信耶穌啊 但是你說想耶穌祝福呢 有很多人都會想的 然後就帶她悔改信耶穌 那她肯不肯向耶穌認罪 認罪之後就跟她說了 你真心悔改信耶穌 你真的願意跟從耶穌 你就是神的兒女了 那你想不想耶穌以後祝福你啊 你想不想真心的信 靠耶穌做救主啊 這樣帶她 就好像一步一步那樣 就是不要第一步就說 你是不是想信耶穌 第一步你想讓耶穌祝福你 那這樣的時候呢 你的按手祈禱是帶來祝福果效 就不是只是她經歷了 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或者她都沒有留意到 那就好像那個經歷 經歷了又忘記了 所以我們使用那個經歷去帶她去信耶穌 那你也看過情況 譬如你送月餅那裡的那個教會 是反對按手祈禱 反對聖年聖會 那你就不能做了 那時候可能你去她家 如果家裡只有她在門口那裡按手 你們不反對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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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灣那個教會不反對按手 那就好 馬灣那個教會的經歷 如果你們教會不反對按手 我們其他任何這裡的特殷姐妹都可以 如果你的教會不反對 你也可以跟她說 這個義務師呢 可以來一些的教導 訓練 她樂意義務來 去祝福這個群體 你想不想 如果她不反對的話 我是樂意去任何形式 無論是崇拜講道 或者是另一個聚會 或者是只是有一些人的聚集 因為我想將聖靈的工作 帶給不同的地方 我也都可以 首先是帶什麼呢 就是帶聖經的教導 然後呢 先帶聖靈的工作 去幫助一些 有些願意接受的教會 讓她看到 經歷聖靈的帶來的益處 知道 好 阿牧師我想問你 如果她那些不信的那些 你跟她討告完之後 她覺得有平安 那你可不可以 我們可不可以 繼續叫她們 就是 決志啊 悔改啊 信耶穌那一步 我不是剛剛講了 你講了可以 我不是說 那個方法 你留意我講的方法 再聽清楚一下 我不是說 我們祈禱問她 請問你祈禱的時候 請你閉上眼睛 請問你祈禱的時候 有沒有任何經歷或者感受 有時候她不懂得說的 那你就問她 心靈 還有身體有沒有 任何的經歷或者感受 那如果她還不懂得說呢 我們就可以說 有沒有覺得平安 輕鬆 還有身體舒服 人好像舒暢 好像那些重淡釋放了 輕了 或者那個人呢 很舒服 很鬆 很輕飄飄 有沒有這些的經歷 那她有的時候 我們就說 這個就是聖靈臨在 叫你有平安 興省了 那你想不想 耶穌以後祝福你呢 她想的時候 我們就帶她 那我們就問她 你想不想 我跟著一句句祈禱 求耶穌赦免我們的罪 求耶穌救我們的靈魂 祝福我們 她想 我們就帶她祈禱 帶她祈禱 我們就問她 請問你 剛才有沒有 真心的求耶穌赦免你的罪 真心想耶穌救你 你想的時候 耶穌已經拯救你了 你是神的兒女 那你以後跟從耶穌 剛剛我不是說過這個程序 明白 就是透過她的經歷 去帶她信耶穌 就是用這個我剛才所說的 你想要耶穌祝福你 再說到你想要耶穌 射免你的罪 拯救你的靈魂 祝福你整個生命 這樣才進入到大的信耶穌 明白 明白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還有沒有人有祈禱簡單的分享 就是說你為人祈禱 人有經歷聖靈工作的 OK 如果是沒有人 那我希望大家都來到我們的聚會 我們訓練你去幫人祈禱 然後你經歷到聖靈的工作 你問人對方有沒有經歷平安、興省 或者其他經歷 如果有的時候 你就知道 聖靈都使用我們去祝福人 我們也可以有時候 有些弟兄姊妹可以聚集在家裡 幾個去操練祈禱 去操練親近神 操練按手祈禱 而發覺真是為人祈禱真的有能力 那我們就可以做慣了 還有在集體祈禱的時候更加有能力 更加投入 很重要是投入 整個心很喜歡神 很感激神 神的同在會加強 我們越投入聖靈的同在越強 那我們就 時時都進入這種狀態 在一個投入愛慕神的狀態 感受到聖靈的強力的同在 我們就更多去愛慕神 更多去渴慕神 那神的同在就會加強在我們身上 好的 我們現在祈禱一下 求主祝福我們 如果有其他見證分享 都可以放在頻道裡面 你可以站起來放鬆個人 在祈禱的時候都留意一下 祈禱的時候有沒有任何的經歷 有沒有任何的平安 輕省舒服 或者身體的搖動 越投入 你發覺能力越大 那你就多謝耶穌 耶穌跟我一起 好大家可以站起來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耶穌你真好啊 耶穌你真好 神你是充滿恩典慈愛的 求你跟我們一起 主耶穌我們歡迎你 主耶穌我們歡迎你 我們感謝讚美你 我們需要你 我們感激你 有神真好啊 有耶穌真好啊 主啊我們放開心懷 所有重担放下所有煩惱 專心仰望你 全心感激你 全心信靠你 神你是全能的神 你是慈愛的神 你很想祝福我們 主耶穌你很想祝福我們 我們全心信靠你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感謝主耶穌 我們歡迎你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 我們欠求聖靈充滿我們的心 欠求聖靈充滿我們的心 安靠四靈,释放我,安靠四靈,勇发我心,安靠四靈,改变我, 安靠四靈,释放我,安靠四靈,释放我, 安靠四靈,勇发我心,安靠四靈,改变我, 主啊,恳求你充满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生命, 拿走我们一起的重担,改变我们,更新我们,提升我们的生命, 赐给我们的能力,能够被神使用,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的信心, 相信神你的医治的大能,也相信神可以使用我们的祈祷, 无论是隔空的祈祷,电话的祈祷,或者是按手的祈祷, 都可以带来人的医治的,求主使用我们的生命, 使用我们去祝福更多人,我们多谢天父,赞美天父神, 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你好想使用我们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大大的提升的, 求主私恩祝福,联敏我们,加力给我们, 多谢天父的大恩,多谢天父的大爱, 多谢天父和我们一起,有神万事足, 主耶稣多谢你,我们欢迎你充满我们, 我们欢迎你更新我们,欢迎你和我们一起, 主耶稣有你真好,我们需要你,我们扔着你, 我们倚靠你,我们感激你,我们多谢你, 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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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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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多谢天父, 求主帮我们全心爱祢, 感谢耶稣, 感谢天父, 欢迎耶稣, 感激耶稣, 感激天父, 多谢天父的大恩 主帮助我们真心悔改 信靠耶稣做救主 真心憎恨罪 离开罪 给神去更新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生命 耶稣我们需要你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有神万事足 我们亲近你 神你就一步一步祝福我们的生命 即使我们有软弱 我们靠着耶稣一定可以得胜 我们可以逐步建立 跟你的关系 我们真心亲近你 你一定会欢喜的 就算我们做得不是够好 只要我们的心是真心 想亲近神 神一定会欢喜的 我们亲近你 你一定亲近我们 你就尝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多结果子了 我们真心遵从你 就算是将一杯凉水 给属基督的人 神你都会欢喜的 神你都会赏赐的 所以任何我们为耶稣 做的小事 神都会欢喜的 我们小小的进步 神都会欢喜的 我们学习去亲近神 去操练按手祈祷 神也都欢喜的 并且我们为人按手祈祷 带领他们信主 也是神欢喜的 神会使用我们的祷告 祝福我们为人的祷告 来使用我们带来心灵的医治 身体的医治 由主施恩祝福加力给我们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哈 多谢耶稣的大恩 多谢耶稣的大爱 感谢耶稣 有耶稣真好 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